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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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五分钟一班都可以接受 如果比较到疫情就没那么迫 四五分钟左右 人家那些两三分钟都有 这里有时六七分钟 其中五条路线下个星期一开始 会加入非凡忘时段的班次 包括是将军澳线、南港岛线 屯马线、东冲线和迪士尼线 港帖说现在市区线列车的班次 已经接近上限 要到2025年开始 逐步采用新讯号系统 班次才可以逐步再增加 至于几场快線 只�hibli計画在未来5-8年 引入新列车 跟其通车的交接 会不会一并更换 仍然口律着 无线电视记者 袁佳 knew прилож 转讲一下澳门赛马公司 因为经营困难 申请加回专营权 获澳门政府叠立 在4月1日开始 终止40多年历史的赛马活动 澳门赛马公司的专营合同 原本到2042年 马会向政府表示 赛马活动已经无办法迎合社会发展需求 申请提早解除专营权 建议双方协议是今年的4月1号起 解除经营赛马专营批卡合同 并有这日起终止赛马活动 不再会进行新的赛马经营的公开见头 政府不再批新合同 意味澳门40多年的赛马将会步入历史 澳门现在每星期有两日赛事 去年全年只有2万9千人次入场 全年的投注额只有1亿4千万 赛马公司表示 由经营开始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 累积超过25亿 加上三年疫情的影响 令到经营难以继续 不得不作出艰难决定 申请解除专营合同 赛马会将会和马主沟通 和处理马匹的去向 政府预计 明年3月底之前 将全部289匹马转运到外地 马场的土地和设施 将会无偿归还给政府 纳入土地处备 在员工方面 澳门赛马公司是最大的私营机构之一 有254个本地员工 外地雇员就有316人 会协助受影响的员工 公司要成立就会依照法律规定 会去做一些解雇赔偿 马会旗下的股东 也都愿意 会有意吸纳 马会的本地员工 而提供一些就专家的服务 另外澳门赛马公司 已经扶清要支付给政府的税款 加回专营权 也都无需要赔偿 无线电视机者梁永祥报道 澳门赛马会持续经营困难 以至要结束赛马活动 有分析就认为 是因为缺乏境外人士投注 也都不够当地的赌场竞争 香港赛马会就说 虽然他们也都面对重大的外在挑战 但比大部分同业 仍然根据有势 澳门赛马会前身是赛马车会 1989年逆手并且发展赛马 不过由营业初期就出现困难 1991年由商人何鸿新旗下的财团收购 不过一直蚀钱 到2002年更加受到严重打击 这个21世纪初期的一条法例 香港的一条法例 就是不容许香港去投注境外博彩 就是一个挺大的澳门的命脈 在那一刻就没有了 澳门赛马投注也都不够当地赌场竞争 如果他喜欢博彩的就最重要是快 你想想你如果譬如说在赌场里面 可能是30秒就已经开一局 那你跑马就可能是30分钟 不单止澳门 新加坡今年10月初也都会结束有百年历史的赛马活动 本港的情况刚刚相反 投注额不断创新高 受疫情影响的2021-2022年度 投注额也都有2900亿 到上个马季更加升到3048亿 再创新高 的确因为香港经济影响 本土投注是少了的那么多的 但是在国际间 全球回合彩池是越来越轻旷的 香港的那个转播过去那边 久而久之 当他们恢复之后 他们的人都继续买香港马 对于澳门宗旨赛马 香港赛马会回应说深感可惜 表示亚洲已至全球的赛马业 都面对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包括全球经济衰退 非法外围庄家威胁等等 无线电视机者梁永祥报导 回来7点半新闻时间 湾仔的士撞城巴的交通意外 警方拉了的士女司机 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消息指其中一个死者 是整形外科医生何维新 他曾经协助1996年 八仙岭大火的伤者整形 据了解警方初步调查 华尔的士冲红灯 非临明道不幸是天桥落斜位 有影车冲灯的摄影机 港湾道这个十字路口 就有多支交通灯包住了 在做工程 大约100米前的路口 就再有另外一组交通灯 有司机怀疑 涉事的的士司机看错灯 如果不是经常铸开 会有机会有时会看不清楚 而且交通灯重叠了 或者看着他好像没怎么收过 他可能真的看错灯都不奇怪 出了都不知道 出了都不知道 如果拿惯这些人都知道 那些灯这边转就那边就动的 都不会说特别要有交通意外 承巴说涉事巴士并没有载客 当时是按照交通灯号指示行驶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对于事发现场有交通灯用胶字包住 运输署就说根据记录 位于非临明道和港湾道交界的 交通灯号运作正常 而被包住的交通灯 是准备加设的新交通灯组 现在还没启用 预计稍后才用 到时将会取代 现有指挥非临明道北行的车的交通灯 两个内地旅客 在石澳影响的时候 被大浪卷走浸死 有专家就提醒 内地客来香港深渡游的时候 不要低估景点的危险性 建立地城海旁 是游客打卡的延门景点 因为我在小红书上面 搜到很多关于金尼地城这边的 打卡很出片 拍出很好看的照片的帖子 所以就过来看一看 不少人在路牌前 希望拍到最美的角度 现场就有告示牌 提醒不要走出马路 拍照的话 可能要摆很多姿势 又很多时间 有的人可能会想 就临近这个海边 但是这边车就会发现会比较多 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内地社交网站小红书 有不少香港深度游攻略 包括介绍在沿崖或者海边 影响的位置 部分附有警告自据 提醒可能有危险 对于有内地游客在石澳墮海身亡 有攀山专家说 留意到不少游客低估了景点的危险性 有可能他们在上网 看一些杂志 甚至看一些网页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地方很美好玩 他就自然会来 不如去石澳 甚至去东龙岛 去施子山 其实有些地方 有些岩墙 有些石是不稳固的 我见到一些朋友 他们很喜欢爬上去的石头顶 拍照 但是可能他根本上都没发现 那块石是不是稳固 爬上去的时候 可能就会被发生就会掉下来 他提醒旅客要了解 打卡点周围的实况 也都要留意天气 做好安全准备 无线电视记者陈聪康报道 销委会测试30款唇膏 过半验出污染物或者致敏物质 销委会说如果整日用 长远可能够成潜在的健康风险 销委会测试了市面多个品牌 一共23款唇膏 和7款液体唇膏和唇油 每支售价65去到505元 有8成的样本都检出 矿物油饱和碳氢化合物 当中7款含量比较高 部分超出欧洲化妆品协会 不超过5%的建议 或者欧洲消费者组织建议的安全值 销委会说这种化合物会秩序在体内 动物测试会产生不良影响 大鼠研究所得的影响 例如肝脏形成细小的肉芽种 而且出现了发炎的情况 动物肝脏皮状和腸膜的淋巴 这些器官的重量都有所增加 有8款样本检出可致敏重金属叶 重复使用可能会引致过敏性接触性唇炎 出现肝脏、脱皮、龟裂、裂痕、红斑、浮肿、 灼热和刺痛的感觉 生产商应留意产品所含重金属的原料和麒麟度 在测试里面也有两款评分达到最高的5分 销委会也建议市民在饮食之前 可以先用纸巾印一印走表面的唇膏 减少涉入相关的有害物质 无线电视记者姚卓同报道 另外销委会和机电柱测试12款储水式电热水炉 最长要近50分钟加热 但热力维持不够15分钟 测试的储水式电热水炉由14升至35升不等 售价介乎1280元到6980元 最长的预热时间由23.1到49.3分钟 容量越大加热时间就越长 三款35升热水炉都要45分钟以上加热 太平洋需要近50分钟但只是维持12.4分钟的热水 至于德国宝和伊沙牌更加只能维持6.6分钟 测试又发现部分热水炉的耗电量 比能源标签标示的级别低 有两款亦都不通过安全测试 机电柱会更进 转讲下太平洋岛国路老宣布和台湾断交 和大陆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 台北当局表示遗憾 而北京就说赞赏和欢迎 老老总统阿迪昂星期一 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 承认中国大陆 当局发声明 宣布老老张岸联合国2758号决议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决定即日起和台湾断交 又说寻求和北京恢复全面外交关系 符合国家利益 有关决定是推动老老发展的第一步 而且不会影响该国和其他国家 现有的友好关系 老老驻台湾的办事处 随即降下悬挂在外面的老老国旗 台北当局也宣布 即日起终止和老老的外交关系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 撤离办事处和技术团相关人员 当局说去年已经掌握情报 说北京积极接触老老政要 以金钱援助等经济利益 由始老老转态 又说老老以澳洲要关闭在当地的银行等理由 向台湾索取经济援助 并且同北京提供的方案比较加价 在北京外交部对老老决定 同台湾断交 并愿意同北京复交表示赞赏和欢迎 老老政府决定同中国复交 再次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愿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中国愿同老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对于北京被指以金钱援助 有使老老转态 外交部说 老老有关决定是他作为主权国家 独立自主作出的正确选择 老老位于中太平洋 在所罗门群岛东北面 由单个珊瑚礁岛和周边海域构成 陆地面积大约21平方公里 相当于大约4分1个香港岛 人口只有大约13000 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大约1亿5000万美元 国家主要收入来源 是向澳洲、新西兰等地出口轮酸炎 虽然当地漁业资源比较丰富 但是布偶能力有限 食物、饮用水和日用品都要依赖进口 老老早在1980年与台湾建交 直到2002年改同北京建交 互相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随后在2005年突然与台湾复交 当时台湾的邦交国增加到26个 老老今次再宣布与台湾断交 令台湾的邦交国 只是剩下梵蒂岗和巴拉圭等12个 数量创历史新低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三博道 丹麦新国王肥特列十世职位 皇后玛丽成为欧洲皇室第一位来自澳洲的皇后 丹麦国王肥特列十世登基 首相弗雷泽李克森按照传统 率领民众向新国王欢呼 五十一岁的玛丽第一次以皇后身份现身 他们四个子女 包括十八岁的新皇柱克里斯蒂安 也都一起和群众见面 玛丽和丈夫向人群揮手致意 民众唱丹麦国歌功课 两人并诚心一吻 简单的职位仪式结束之后 国王夫夫搭马车回到亚马林保工 丹麦广播公司的调查显示 民众对两人的支持度相当高 在玛丽的出生地澳洲霍巴特 有民众庆祝当地出了一位丹麦皇后 不少人举杯唱饮并挥舞丹麦国旗 在有125年历史的墨尔本丹麦会馆 当地的丹麦桥民玩传统卓上游戏 慶祝新皇登基之余 亦都向退位的女皇马格丽特二世致敬 马丽和肥德烈在2000年奥运的时候 海后的悉尼酒吧 亦都挂满丹麦国旗 并在菜单里面加入了多款丹麦食品 无线的事记者梁明山报道 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肥德烈十世之河电 说高度重视中单关系发展 愿意一同努力 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慢上新台阶 而习近平又致电刚刚退位的丹麦前女皇 马格丽特二世表达问候和祝福 休息回来有时事中国 我们稍后再见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中国和泰国在3月开始实行永久户面签证入境政策 泰国旅游局就说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大量中国游客 而当地的店铺和食市就期望能够带动生意增长 邓极营早前在曼谷提挂 泰国曼谷大皇宫是热门景点 一直吸引各国游客到访 其中不少人来自中国 但计今年头一个礼拜 泰国接待超过60万游客里面 中国游客占最多又超过一成三 3月开始中国和泰国将会实施永久户面签证入境政策 中国游客和当地人怎么看呢 要交这个签证费 然后要出示一些证件 比如说酒店订单 会乘机票 可能有点麻烦 现在就完全不用担心 什么都不用带 应该会常来 非常喜欢泰国 不用签证当然没有什么麻烦 比较好 也会讲讲去看一下中国现在有进度 这间食肆位于曼谷市中心商场 中国食客向来占三成 现在生意只去回复到疫情前七成 负责人期望3月措施落实后 能够带动生意增长 特别为了游客来做一些套餐 希望会好一点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支付宝 微信支付那些 因为现在中国人很多都习惯了用微信支付 也不是很喜欢大严金出格 这间转卖爆谷的小食店秀说 到时会为中国游客提供优惠 泰国旅游局拍摄短片用泰文回应 我们查询的时候说 去年全年超过350万中国游客访泰 只是疫情前大约三成 但去年9月开始对中国游客实施5个月免签证实后 中国游客数量明显增加 已经做好准备会为高消费力的中国自由行游客 推出更多新兴的旅游和民传产品 吸引他们消费 泰国旅游局也说 政策除了降低了旅客的出油成本 也都助力了各大航空公司增开航线 又助中泰两地互联互通 母线电视记者邓杰盈在泰国曼谷报道 内地公布第一份针对发展银发经济 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文件 国务院办公听话 银发经济产业链场潜力巨大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就四个方面提出26项建议 民生方面要引导餐饮企业和养老机构等等 托展居家座老和社区变民服务 为了提升产品供给 将会规划大约10个高水平 银发经济产业园区 引导电商平台 大型超市设立银发消费专区 康服辅助器具 健康、智慧健康养老等等 亦都是未来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新加亚勒泰地区多条道路 因为雪崩而交通中断 和千个旅客一度滞留 而景区向他们提供免费食宿 新加亚郡区亦都出动军用直升机 协助补给物资 并且撤离部分旅客 新加亚勒泰地区 今个月6日起持续降雪 部分地区达到暴雪级别 多个路段严重积雪 最深处超过6米 大雪亦都引发雪崩 山区多条道路被掩埋 没有办法通行 其中前往赫纳斯景区的这段路 多架清雪车连入运作 务求尽快打通道路 当地多个景区合共过千名旅客制留 部分景区就宣布会提供免费食宿 在门口非常贴心地贴上吃饭的时间还有菜品 而且吃得挺丰富的 菜息选得特别多 整个雪场的运营还是有条不紊的 我们看到人非常的多 雪场同时为了针对雪友的需求 开设了两个点餐点 由于地面旧环路线受雪崩影响 新疆军区近几日多次派出军用直升机 将发电机燃油等的物资 以及救援人员送到受灾地区 回程的时候也会分派将旅客送到安全地方 新疆气象部门就预计 阿勒泰地区这个星期持续落雪 有景区已经宣布 星期六之前暂停对外开放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 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位 也成为去年全球唯一一个 指标实现全面增长的国家 工业和信息发布公布最新数据 内地造船员工量达到4232万载重吨 按年增长近1成2 新城接订单量7120万载重吨 按年增加5成6 而首持订单量近14000载重吨 比上一年增加3成2 所有指标第一次实现双位数增长 天洲7号货运飞船将会在近日摘机发射 专家团队说考虑到航天员的喜好和建议 今次天洲7号运作的物资 包括近90公斤的生果 比上一艘飞船增加5成 搭载了天洲7号货运飞船架 我们之前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的工作 而今次将会运送科学载货1750公斤推进制 以及现时在太空的神舟17号航天员 和预计4月升空的神舟18号航天员所需的生活物资 专家团队说航天员希望可以多点吃新鲜水果 今次将会运送近90公斤水果去到太空 也都为他们准备了农历新年盲盒 专家又提到 随着货运飞船运载能力提升 发射模式会改为两年三次 现在载轨的氧气的这种再生 我们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然后水的再生我们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这种补给效率就可以让我们的上行载核的重量大大的降低 近中国太空站近三个月加达17三名航天员 近日也都开始整理站内的物资 以便迎接天洲7号 无线电视机制陈雪儿报道 光大集团前党委书记 前董事长唐湘宁涉嫌贪污受惠被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 国家监察委员会完成对唐湘宁的调查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9岁的唐湘宁长年在金融系统做事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信贾管理司司长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等等的职务 2007年开始执掌光大集团 2017年退休 去年7月授查 今年年初开除党籍 中纪委在通报当中批评唐湘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不力 私自攜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入境并且阅读 由利用职权大肆宣传个人书法等等的作品 大搅瓦斧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凌晨在台北病逝 中年83岁 施明德的两个女儿早上透过爸爸的社交平台发文 感谢照顾爸爸的医护人员 之后会公布后事安排 1941年在高雄出世的施明德 在青年时期已经投身政治活动 两次因为叛乱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入狱超过25年 1990年获特赦出狱之后 加入民进党到2000年退党 2006年陈水扁爆出家族弊案 施明德发起反贪负倒贬运运动 同一年证实放上肝癌 台湾TVBS报道 施明德去年年底传出病危 医院曾经说病情有好转 接着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来到最后一节七点半新闻 先看看财经新闻 本港股市反复偏远 指数曾经跌到16100点的变远 人行未有调低政策利率 减息预期落空 大市高开13点之后 很快掉头向下 最多跌140点 恒指收报16216点 跌了28点 成交710亿 整体上来说 其实都是以反复为主 我想今个礼拜 在内地方面 就会有些重磅 经济数据会公布 暂时看 在数据公布前 预期恒新指数 都继续在一个上落市的情况 正在做着 我想暂时看恒指波幅的区域 应该介乎大约是16000点 至到50天线 大约是16900点的位置 担心百度人工智能系统 有政策风险 股价下错1成1 曾经是跌穿100元的关口 阿里巴巴险守70元水平 有类内地车市 减价战持续 电动车股有沽压 小盘跌9% 理想跌超过4% 多近大行 看淡手机销售的增长前景 手机设备股向下 顺与跌超过3% 红海局势持续紧张 航运股上升 中远海能 见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无线电视记者 吴杰征报导 看完欧洲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17点 法国Kat指数跌31点 德国Dex数跌44点 其他新闻 一个男人早前在网上 转载呼吁区议会选举不投票的帖文 在粉领裁判法院凝聚 判入欲两个月 换营18个月 报称电脑程式员的38岁被告 文荣峰 被控去年10月31日 即是区议会选举提名期间 在个人社家媒体转载 王世宅一则善惑他人 在选举当中不投票的帖文 处理主任裁判官 王雅欣说 案件涉及罪行性质严重 但考虑到被告凝罪 以及其他的求情因素 判出换刑 至于王世宅早前已经来港 廉政公署已获财判官签罚首领通緝 启德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 一个女工被升降台夹到个头受伤 清醒送院 出事的地盘在城峰道和城启道交界 警方下午近两点接报 一个女工做事期间受伤 现场消息说 女工被一座升降台夹到个头 由救护员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警方调查中事故原因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跨部门会议 统筹农力新年仿岗旅客的部署 会议由局长杨润洪主持 除了执法和多个政府部门 女监局、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和酒店业等等也有代表出席 杨润洪说 因应内地旅客 在春节黄金周期间增加 各个部门和机构积极紧密合作 及早准备部署 并且与内地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 尽力为访港旅客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 也会就大型活动之后的通关人流适时调节 令过程更加详细 未经议到续樹芈里 伤月 未经议到续樹芈岷 未经议到续樹芈岷 未经议到绕枇 未经议到绕点 Kate 未经议到绕 looking 未经议到绕点